嗨,宝贝们,欢迎来到格子酱讲绘本 今天,格子要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 想要一切的蓝小怪 蓝小怪最最喜欢崭新的东西 当它还是一个小宝宝的时候,它就说 我不想要我的就推车了,我想要一辆新的 哼,我要新的 它不停地哭闹,终于得到了一辆新的婴儿车 但是,新的婴儿车并没有让它开心很久呢 我不要我的就泰迪熊了,我想要一个新的东西抱在怀里 哼,它叫着,把泰迪熊从婴儿车里扔了出去 于是,它的爸爸妈妈给它生了一个小妹妹 一开始,蓝小怪很喜欢抱着妹妹 但是,它很快就厌烦了 呃,我不要我的就妹妹了 我不要我的就泰迪熊 我也不要我的就妈妈和就爸爸了 于是,它带上旧奶奶给它的所有钱 离开了家,开始了新的生活 蓝小怪给自己买了一顶新帽子 它非常喜欢这顶帽子 整个上午都带着它 可到了下午,它说 哼,我不要这顶旧帽子了 我想要其他的新东西 哼,哼,哼 它踩扁了帽子 然后,买了一辆闪耀的红色跑车 它对这辆跑车的各个方面都非常满意 哦吼,简直是太棒了 但是,到了第二天 蓝小怪一点都不喜欢它了 我不想要我的就跑车了 我想要一座大大的金色宫殿 哇哦,里面还要有游乐场和马戏团 哼 结果,它真的买到了 那座宫殿非常漂亮 但是,过了没多久 它又说 哇,我真正需要的是 是一架新的新的飞机 于是,它买了一架大型飞机 飞到了新几内亚岛附近的一座热带小岛上 哇,这里简直是跟天堂一样美丽 蓝小怪感叹道 它一口气把整座小岛都买了下来 包括小岛上的一切 但是,它不想要那些生活在小岛上的旧动物了 所以,它买了新的大猩猩 新的北极熊 新的斑马 以及新的潜水艇 一艘可以让它观看新金鱼的潜水艇 这天晚上,它爬到了新的吊床 嗯,真舒服啊 现在,我已经买到所有能让我开心的东西了 它心满意足地说 在星空下,它沉沉入睡 全新的一天开始了 蓝小怪醒了过来 它的新小鸟在高声歌唱 新蜜蜂在嗡嗡起舞 阳光是多么灿烂呀 可是,它还是不开心 我不要这个旧太阳了 我要一个全新的太阳 嗯 它把太阳从天上一把抓了过来 吞了下去 这时,整个世界陷入了黑暗中 蓝小怪感到又冷,又怕,又孤独 它此时最需要一个拥抱 但是,所有新卖的东西都无法满足它 嗯,没关系 没关系的 我会给自己买一个新的 新的家,没关系的 可有些东西是用钱买不到的 我们买不到家人,也买不到朋友 蓝小怪开始哭了 它越哭越厉害 一下子就把太阳吐了出来 突然,它看到了明亮的光 嗯,嗯,我决定了 我不需要新的家了 我,我爱,我的旧家 蓝小怪修理好那架破旧旧的飞机 然后一路飞回家 到家后,它给了旧妈妈 旧爸爸和旧妹妹一个温暖的旧拥抱 蓝小怪感到开心极了 这笔新帽子,新飞机和新小岛 带来的快乐还要抢一百倍 因为它已经拥有了它所需要的一切呢 好了,小朋友们 今晚的故事就讲完了 想要收听更多儿童汇本 欢迎关注格子酱讲汇本 格子陪你一起成长